嗨,大家好,我是娜娜将,今天给大家将男子谈恋爱只看外表,知道对方真实容貌,后悔不已的故事,笑面推销原寺,月台上的女人,淳衣是个普通的银行职员,性格胆小怯弱,还很不自信,这天淳衣像往常一样搭电车回家,车上她看到了一个十分漂亮的女孩,淳衣很快被吸引,还幻想这个女孩能撞到自己怀里,反应过来后, 淳衣慌张地后退了几步,却不小心踩到了丧黑的脚,淳衣连忙道歉,丧黑一眼就看出了淳衣对那个女孩有想法,下了车后,丧黑追上了淳衣,表示自己可以撮合那个口罩女孩,说着,丧黑递出了自己的名片,秉承着填补人内心空虚的丧黑,声明这一切都是免费的,如果把这件事交给自己的话,她首先会调查那位女孩的信息,看她适不适合淳衣, 然后会让她知道淳衣的心意,为她们制造约会,淳衣很不自信,认为像她这样的大美人,一定不会见自己这种不起眼的人, 丧黑说,自己会说服她,一定会将她的爱意传达给女孩的, 丧黑并不建议淳衣直接对她表白,这样很有可能会把她吓跑, 淳衣最后的一点自信彻底被消磨,把明星拼爱扔还给丧黑,转头便离开了, 自从与丧黑交流过后,淳衣更加期望与那个女孩再次见面了, 她很后悔不该扔掉丧黑的名片,就在她后悔之时, 丧黑贴近的主动上门来找淳衣了,丧黑已经查到了女孩的全部信息, 而且在她的撮合下,女孩已经答应今晚会去淳衣的公寓, 丧黑忠告淳衣不要是因为漂亮的外表才喜欢她, 淳衣斩钉截铁地说,她就是自己所憧憬的女性, 她爱的是女孩的内心,晚上淳衣在家静静地期待女孩的到来, 不一会儿门铃声响起,那个女孩真的来了, 二人也开始了第一次的约会,刚见面, 女孩就提出了要结婚,淳衣也是开心地一口就答应了, 女孩说淳衣对自己的事一点都不了解, 淳衣辩解自己在银行工作,接触的人多了, 所以只要一看着对方的眼睛,就知道她的内心了, 淳衣说完,女孩便起声站在了淳衣面前, 她开始拖着自己的衣服,淳衣着实被吓了一跳, 最后女孩摘下了自己的口罩, 可是摘下口罩她还是一样的美丽, 女孩说这是她整容后的脸,但是手术失败了, 说着女孩脸上开始出现裂痕, 好看的皮囊下面,竟藏着一个宛如干尸般的丑陋模样, 她问淳衣,这样的自己她还爱吗? 好看的皮囊千篇一律,有趣的灵魂万里挑一, 外表的美只能取悦于人的眼睛, 而内在的美却能感染人的灵魂, 真正的爱情不就是喜欢对方的内在美吗? 好了,以上就是今天电影的全部内容, 不管你来或不来, 娜娜都会在二全的世界里每天为你守候。